哈喽大家好 我是火箭少女101的散地杨云晴 她是 散地杨云晴 唱造101最终成团组合名称是 火箭少女101 我们团是互相取暖会比较多一些 其实都很珍惜我们11个人一起工作的时间 我很喜欢一句话就是真心换真心这句话 做一个懂得感恩的人 跟做真实的自己 这是我想带给大家 我觉得音乐可以代表很多我的心情 让大家知道现阶段我的想法 让更多人认识我这个人真正的样子 而不是只看到所谓的包装 我当然有很多时候都想放弃 但我 我就是有一颗心 我就觉得说 谁说放弃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呢 说不定比坚持还要难 有趣的事情 女生就比较爱八卦嘛 就是聊一些八卦 然后互相取暖吧 我们团是互相取暖会比较多一些 因为毕竟火箭少女都是女生 所以脆弱的心会比较大一些 然后我们现在又站在一个比较高的位置 所以就有时候遇到一些事情啊 还是说遇到一些麻烦啊 姐妹都是在互相的取暖帮助 交心谈心这样 我觉得最多火箭最多的事情是这个 我觉得更多的是期待下一次合体吧 因为我们现在火箭少女其实都很 很珍惜我们11个人一起工作的时间 对 因为其实我们现在也慢慢地在倒计时解散的日子嘛 所以我们大家团体活动会比之前少一些 但是见面的时候我们就会特别的珍惜 有可能拍拍个照一起吃饭是一个人 纪念一下这个时刻 收获最多的是我们姐妹的身上的优点吧 然后在自己本身的话应该就是变得会比较成熟一些 我觉得是一个很甜又很很苦的梦吧 因为这两年就像是在做梦一样 等做梦完了之后梦醒了之后 这些人有可能就会消失了 有什么不同吗 好像没什么不同吧 好像又有一点不同 反而我觉得这两样东西都是 一定是要带给观众好的东西 然后要给观众带来正能量 给观众带来正直的东西 所以我觉得其实没什么太大的差别 只是偶像 我觉得偶像应该会更比歌手累一点吧 因为偶像包括了很多 不管是个性啊形象啊 还是说自己的感觉啊 那有可能真正的歌手呢 其实更多观众会只去听他的作品 然后去享受他的音乐 如果在之前的话 其实我特别的在意这一块 因为其实每个人都希望自己是好的 然后也希望别人对你的评价都是好的 那到后面发现其实我们没有办法去满意 每一个人的喜爱 那就做好自己该做的 所以到现在呢 我偶尔还是会看一下 但现在是会比较理性地去看这件事情 就不会像之前带着情绪地去看这些东西 我觉得音乐可以代表很多我的心情 让大家知道现阶段我的想法 就如果我又是一个会创作的人的话 我发出来的歌肯定就是 能让大家感受到当时的我是怎么去想的 让更多人认识我这个人真正的样子 而不是只看到所谓的包装而已 因为毕竟上一个EP是SUNNY嘛 那其实SUNNY也是代表我太阳这个意思 就这个是字面上很容易懂的 那像这一次呢我也想要这个EP是属于我自己 让大家觉得说啊这个就是我 我的中文名叫杨云琴嘛 那有一个琴字 但是那个琴是晴天的琴 可是那个琴又跟SUNNY又挺像的 反而后面讨论出来就是所谓现在有的那个琴 就一个琴跟一个手就觉得这一个字看起来特别的有意思 然后又很有正能量的感觉 然后又是谐音嘛那就叫琴歌嘛 因为我这个人其实悲观的时候很悲观 乐观的时候就特别乐观 对我觉得每个人身上肯定都会有这一些东西 只是你怎么去定义怎么去判断这件事情而已 像我的话 我当然有很多时候都想放弃 然后我也觉得挺辛苦的 为什么我做了那么多东西却没有人看见啊还是什么的 但我我就是有一颗心我就觉得说那如果我放弃了之后我去做什么 我还能做什么的时候我就觉得那还是继续吧 因为你放弃之后你会更辛苦 就往好的方向想 所以各位不管遇到什么事情坚持才是最重要的 谁说放弃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呢 说不定比坚持还要难 我近期最想做的事情就是我想要有一个假期带我全家人去旅游 因为我爸妈没有旅游过 就去过别的国家 所以我想要带他们去看看他们想去的地方 因为我妈妈很想去下雪的地方 所以我希望能带她去 就像哈尔滨也行 我觉得就珍惜每一天吧 因为其实我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也不知道会有多少的问题进来在生活里 那我会珍惜每一天的工作 每一天跟大家相处的时间 因为如果我能以这样的心态去面对每一天的话 那我相信我的未来会很好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